近年來桃園市觀音大園地區的都市計畫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但附近的新屋卻因為當地多為特地農業區 都市計畫延宕 地方商的年輕人只好到外地買房子安居 讓當地人口難以增長 大家知道國土政策 我們90%的土地被劃為特地農業區 所以土地政策限制了地方發展 我知道很多在新屋的年輕人 他被迫要出外到鄰近的鄉鎮 去找一些低總價的住宅 即便他工作在附近也是一樣 因為沒有新屋街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新屋區公所前的中山路是當地最熱鬧的街道 但從三明路到中華路的這段範圍 街貌數十年來卻都沒怎麼改變過 土地和房屋買賣交易之低 體現出當地房屋供給和需求關係失衡的問題 新屋的都市計劃也四十年了 從民國六十幾年的都市計劃圖 跟現在的都市計劃圖幾乎是長得一模一樣 當然中央內政部它是主管機關沒有錯 但是我們的地方政府 我們的市政府其實也是可以推一把 可以再推一把 議員期盼桃園市政府能敦促中央政府 早日在討論新屋的都市計劃 讓地方能早日發展也縮短城鄉差距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 在討論新屋的地方 我們會感到的 我們會感到的 好可惡 nationalist艙船領的地方 好可惡 來了 我來講 好可惡 中央 好可惡 谢谢大家